俄罗斯媳妇来中国后第一次受委屈 买花赔礼道歉还不行 还让她的霸道婆婆一顿毒打 是啥样事的呢 人家俩得多掌心 告完状打完我还下饭店喝点 这个家我是真没法待了 哪个是亲的哪个是后的都整不明白了 行从此你多了一个俄罗斯姑娘 少了一个亲生儿子 这昨天晚上在家和那老板拌了两句嘴 闹了点小情绪 这不一大早晨七点 我就上花店门口等着买花 想着在他起床之前把花送到家 让他一睁眼睛就看见鲜花 娶俄罗斯媳妇哪哪都好 就是废话了 大哥睡觉呢 这给媳妇惹生气了你咋整 赞同民族女人生气的后果 娶俄罗斯媳妇哪哪都好兄 娶俄罗斯媳妇哪就那么废话 吵架了就是 惹他生气了 有点生气 有点生气 又喝 有蛋糕 寿司 你看 坏事儿了 生气了 让人走了啊 对不起 八十二两 七 七 七 八十二 七 七 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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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对于俄罗斯女孩来说没有一束鲜花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结果结果是我想多了 这到了晚上因为要回村里商量婚礼的事 原以为语言不通沟通不明白的婆媳俩比比花花练说带猜的 就把昨晚我俩在家吵架的事给暴露出来了 结果就变成了中国婆婆 为了俄罗斯儿媳妇儿 暴打自己亲儿子的大型直播现场 你要干啥呀 你干啥呀 你说欺负她是假的 谁欺负她 你别这么跟我说 我死个子 我死个子 什么没死个子 我在这边不是 你害我 你这样欺负大虾 你都咋死你 都打疼了 打疼不疼你能有记性吗 不能欺负大虾 你真是把揍死你 我告诉你 我不是跟你说 孩子这么老两个男来的 我告诉你 你得对得起的 我让你和妈妈说 打死你 别气吗 别气吗 我说你还打我爸呢 伤心了 这家庭地位是一点都没有了 此时此刻 我都有点想我那磨人精老丈母娘了 啥也不说了 喝多了不想家 巴耶喝嘞